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裏面的夏節 亦是北半球全年日照時間最長的一天 看回早上的時候 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看到天上的雲不是太多 陽光都挺好的 原來在衛星影像就可以見到 在富裕太高一隻的智慧之下 南海北部和華南地區 天氣都是普遍晴朗 不過雖然是這樣 偏南氣流亦都在影響我們 所以在雷達影像可以見到 在南面水域有一些零碎的雨區發展 慢慢靠近我們附近 預計香港今日一間 可能局部地區都有一些驟雨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早上的七點 見到香港大部份地區的氣溫都有28、9度 天氣都頗熱 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 將會是大致天晴 但日間局部地區有驟雨 天氣酷熱 預計市區的最高氣溫大約是33度 而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風方面會吹著輕微至和緩的 偏南風 提提大家 預計今日最高的紫外線指數有10 強度屬於甚高 如果出門口的話 記住要做好防曬措施 不要曬傷 預計一兩天天氣又曬又熱 不過電腦的預測圖可以見到 除了一度廣闊燈壓吵 是靠近華南沿岸 預計下星期頭的時候 華南沿岸的趙雨會比較多 還可能會有淚報 上我們展望 在周末期間就會大致天晴持續酷熱 再之後一兩天 趙雨會逐漸增多 以及有幾陣的淚報 一直明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